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25岁 本嘉宾由更懂你的 世纪家园网推荐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正的糕 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对方 每周可以陪我爬一次山 爬什么样的山 有没有要求的 没有 我平时喜欢爬那种 有挑战一点的山 就例如我之前 我是一直在广州的时候 然后爬的是白云山 它会相对高一点 有挑战一点 然后 白云山有很高吗 白云山其实 一般来说爬起来 可能爬一个多小时 差不多两个小时 来 于姐 乃嘉宇你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每周都爬一座山 还是每周换着不同的山爬 我一般是爬同一座山 就是我这个人比较专一嘛 这个你也不要乱说 比较专一 你就住那山也没法老换 对不对 22号 男嘉宾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爬山的时候 跟不上你的脚步 就是我可能会比你慢很多的话 那你这时候会怎么做 你会不开心吗 还是会耐心地前面等我 没关系 我会根据你的状态去调整我的那个步伐 节奏 然后如果说实在爬不下去 我们也可以回去做别的事情也可以 谢谢 9号 男嘉宾你好 那你除了会喜欢爬山的话 还会喜欢其他的户外运动吗 比如说一些跑步之类的 我以前是经常打篮球 然后后面因为受的伤比较多吧 之后就调整一些稍微对抗性 没这么大的运动 你的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对方用一个字回复我的消息 朱睿 那如果像回复这种 嗯嗯嗯啊 好好好 这种是可以吗 对啊 我觉得用叠词的话 就感觉挺有亲和力的 吃饭饭了 这个就听到就好一点 假倩 男嘉宾你好 那你不希望用一个字回复你的消息 那如果是用一个表情包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啊 也没问题啊 也很有意思 10号 就是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 这个回消息的一个万能妙招 比如说你想说对 是 然后你后边加一个呢 就是对呢 好呢 是呢 就会觉得这个话特别亲切 是 好 记住啊 是呢 好呢 是呢 马上就学 看片子 我们只有这一个地址 请好好爱护他 我是房楚邦 今年25岁 从国外留学回来 就一直从事环保工作 起初我是负责监管和检测城市的工业环保 调查过臭水沟 去山里搜寻过飞汽废水排放口 和同事蹲守偷排工厂到凌晨四五点也是场事了 后来为了更深多地参与环保 我和朋友合开了一家环保公司 专门协助工厂做好环保工程 其实环保这件事 跟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你平常几秒钟 就可购买到的快时尚衣服 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污染 因为地球降解它居然需要200年 所以姑娘们戒掉衣橱里 总缺一件衣服的想法吧 另外要养成出门随身鞋带 购物袋 保温杯 吸管的习惯 这样可以减少超级垃圾 塑料垃圾的诞生 爱唱的男生运气都不会差 一次凌晨我落过隧道 随便哼唱了几句 隧道的魂想效果 加上我的灵魂上墙 顿时感觉自己在隧道里开演唱会 绚烂或枯萎 行过情云远缺 好多声音就要和网友分享 我把自己在隧道里唱歌的视频 发到网上 可收到的评论是这样的 行行行 你别唱了 我关注你还不行吗 冒词 其实我完全不在意 听不听是你的选择 但唱不唱是我的自由 很多人夸我热情 留学期间 我就喜欢去社区和老院做义工 大学里还特地选修了社会服务课程 我享受这种帮助别人的快乐 在某件事上 我有点热情过头 那就是帮助哥们脱单 生活中但凡遇到适合哥们的女孩 我会主动约她们出来 撮合她们 日子久了 我连一个哥们都约不出来了 她们都和我介绍的女孩 成双成对去了 最后剩我一个人孤孤单单 希望今天在这里 我也可以成双成对 有人愿意助我一臂之力吗 她刚刚说有人愿意助我一臂之力吗 来了 来 24号 男嘉宾你好 我叫胡新月 然后我是从大学一毕业就接触潜水 我之前也参加全国潜水小姐大赛 然后也去一起做义工 去大梅沙里面捡垃圾 所以就是给海洋环保这个事业来说 我也是非常的关注 然后自己也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就比如说在朋友圈转发和宣传 然后自己平时去购物的时候 也会带那种环保袋 我希望就是 哪怕我们没有最后成为恋人 我们以后也可以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你以前工作就管那个 什么废气废水的排放 这个超标排放 对吧 对 差不多 因为像我们之前其实工作的时候 有时候很辛苦 他们那些工厂 他们知道自己做的这个事情是违法的 所以他们都是趁你夜深人静 不注意的时候 就去排这个飞水飞气 那我们有时候也要蹲点 去抓他们那个行为 然后我们还需要去山里面 去臭水沟 去检测 去勘探他们有没有私藏暗管 这种行为 所以就爱上了爬山 对 这也有一定的原因 职业技能 他说的这一件事 我其实非常熟悉 我以前做新闻主播做了9年多 他说的那个偷偷排放 只要发现 就会有人打电话来举报 一个是向环保部门举报 有的时候是向新闻媒体举报 现在也有这种举报电话 有 可以打12369 或者在那个微信的官方公众号上面 也可以进行一个举报 这样子不仅是对你自己生活的质量 提供一个更高的一个环境 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 包括你们孩子 家人 也是一个保障 把那个号码再说一遍 12369 22号 男嘉宾您好 现在是有一个比较矛盾的点 因为我的职业是一个服装创业者 然后你的工作需求可能说 是让更多的女生衣橱里减少一件衣服 但是因为我的工作的原因 我只能说让女生的衣橱里永远多一件衣服 我们如果在一起的话 你怎么去克服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矛盾点呢 其实环保有很多种方式 虽然说你因为你工作性质 你导致你不能够去减少你的使用量 但是你可以做到的就是怎么去废物利用 你可以自己去改装都有可能 挺好的 因为我们每年也是在做这个旧物回收 所以我觉得到时候也可以跟你学习一下 这一方面的经验 而且越是时尚行业快销品牌 是碳排放的大户 越是可以发力去分割的一个包围 对 空间更大 非常大 因为刚才有提到说多一件衣服 你说少一件衣服 不是 你的要求不是女生的衣橱少一件衣服 你是要她们少一件不环保的衣服 对 对 所以如果说材料科学能够发力 可再生资源的运用 这就是接下来时尚行业和这个时尚设计师们 下10到20年的重要的竞技赛道 所以越是觉得有交集的地方 恰恰是巨大的蓝海 但是要换一个角度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唱歌觉得怎么样 觉得 说实话我觉得自己唱的就那样吧 因为毕竟跟很多专业歌手比 跟很多专业歌手比 是一定是有距离的 先不要跟专业歌手比 对 你先 要不然这样 我们也不 你先唱一个我们再听一听好不好 那希望大家不要闲心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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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忘记了时间这回事 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 谢谢 哇 好的 我们还是谈谈环保的事情吧 谈谈环保的事情吧 声音很好啊 而且很自由唱的啊 非常 他的意思是每一句都不太调整 不是 好 11号 男嘉宾我是声乐专业的 我可以跟你PK一下吗 好的 来 来 厉害 烈好 他竟悄悄的来过 他慢慢带走 沉默 只是最后的承诺 承诺 过一辈子 我们爱的没有错 只是最伪的结果 改编了一下 厉害 我跟你说 前面两个八拍 我手心都出汗 我觉得马家也听了一会儿 这个还是有点紧张 在台上嘛 对不对 这样过一阵 过一阵有男生来唱歌 我再找你 好的 我会给你再有一个机会 证明你自己 好的 刘慧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就是平常就是空的时候 会有一些什么休闲爱好 我平时喜欢打球 然后玩一下蓝纱 剧本纱 包括跟朋友一起去旅游什么的 或者打游戏也有 那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女生呢 我喜欢有感觉的女生 谁喜欢有感觉的女生 这就不想好好聊天了 对吧 你喜欢什么女生 我喜欢 喜欢我的女生 你对哪些女生会有感觉呢 就是会比较成熟懂事一点 然后知性大方 你还特别爱给人介绍对象 对 我经常干这种事情 然后介绍完之后 就剩下我自己一个人 自己和自己玩 因为朋友他们 都跟对象约会去了 那你介绍成功率高吗 其实还可以吧 所以你有匹配直觉 就是某种性格的男生 某种性格的女生 会很投缘 对不对 对 对 余杰 男嘉宾 您好 我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 就是以后在清线搭桥的时候 可以让你朋友送你山楂树下 对生活充满热情的小伙 就像喝着山楂树下 清爽不油腻 谈一场酸酸甜甜的恋爱 而且过年了 走亲访友的时候 也可以带上山楂树下 山楂树下鲜果炸 多吃一点也不怕 是一家团圆时刻的必备之选哦 看下一条 看下一条 我是来谈恋爱的 不是来听你讲道理的 道理男孩和倔强女孩 初恋是我的高中同学 高三毕业那年 我们产生了好感 很快我就去留学 和她开始了异国恋 她爱好广泛 在学校里参加了各种社团 经常为了社团熬夜到凌晨两三点 我们的矛盾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你能不能别搞那些社团呢 你懂什么 我就是喜欢社团生活 经常熬夜伤身体 还耽误学习 别说了 真烦人 后来我多次劝她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她不仅不听 还越来越倔强 最后我们就不欢而散了 你干嘛要骗我 没有欺骗爱情底线 第二个女朋友也是高中时就认识了 偶然一次机会 可以坐下吗 我们再次相遇 最近这几年都在干嘛呢 想你啊 她说四年都没有跟任何人在一起 只想着我 我还挺感动的 她还给我展示了这几年记的日记 里面的内容都是关于我的 可没想到 以色和表姐的通话彻底改变了我对她的看法 我跟兔兔在一块了 她不是一直在你谈谈恋爱吗 分了 我多次庞交涉及地问她 像我的这四年有没有谈过恋爱 没有啊 她始终不承认 于是我就跟她提出了分手 因为恋爱中欺骗这种事 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 我都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你觉得我们在一起合适吗 不合适 一开始就不合适 注定会分手 我的第三任女友是到我五岁的姐姐 她是个能力出众的女强人 在深圳开了两家公司 我之所以和她交流比较多 是因为我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奋斗目标 有一天她发微信问我 你觉得我们在一起合适吗 听完这个问题 我给她回了三条五十九秒的语音 说明了我们不合适的原因 但她却回了一条消息说 那我们在一起吧 我当时没多想 就觉得这么优秀的女生跟我表白 我不接受是不是傻 但是后来她经常满世界飞 我们聚少离多 相处了一年 我们仅见过一次面 彼此不合适的地方也越来越明显 很快我们就分开了 我理想中的女生压落落大方 能够照顾好自己的情绪 在自己的工作领域能够发光发热 我向往默和舞厅里的那段爱情 希望在这里 我能遇到一个爱我一辈子的女人 能够得到一段从因而终的爱情 张文超 男嘉宾 你好 我看到你VCR里说 希望找一个女生可以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如果这时候我未来有很多负面的情绪 要向你诉说的话 你会怎么办呢 首先我觉得作为情侣的话 去帮另一半分担她的一些不好的负面情绪 是应该做的事情 这是一个责任 是一个义务 但我只是希望就是说 适当的 适量的是可以 如果总是每天都这样子的话 那肯定会有点难受 10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想跟你分享一下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然后她男朋友跟她呢 就是说教师的爱情 然后比如说她做每件事 她男朋友都觉得 另外一个方法是更好的 或者觉得她做的是不对的 我的闺蜜 然后后边就越来越越来越 不自信和不开心 所以我想问一下 就像您之前的那种说教师的爱情 然后您现在还是改变了 还是保持依旧的态度 其实通过那一段感情 我反思了很多 因为那时候是初恋嘛 年纪也比较小 也不懂事 然后导致矛盾越来越多 吵架越来越多 那我现在反省之后 就是希望自己要更多的换位思考 去替对方去着想 这样子还可以让整个爱情 变得更加健康 好的 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 14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是十字套女生赵瑞希 我看到您谈的前两段恋爱 都是女生一直在追求你 是不是因为就是不好拒绝 然后就同意了 其实也不是 因为我更多的会考虑的是 就是跟着自己心走 因为可能一开始接触的时候 是与朋友关系相处嘛 然后同学关系相处 就没有去想那些方面 到后面接触多了 时间长了 慢慢感情有了 那自然而然就顺水成舟 就在一起了 我觉得这里边有两个问题 一个叫你喜欢不喜欢 一个叫合适不合适 有一些问题比如说 我很喜欢一个女生 但是她学历比我高很多 这个就有点不合适 比如说一方年龄差距很大 这个年龄有点不合适 但是我喜欢 那很喜欢和合适不合适之间 所以我们就要做一个选择合适 1号 我很想听你说 关于合适不合适的问题 我的观点是 我们建立亲密关系虽然很困难 但是难能可贵的是 哪怕遇到不合适的地方 遇到困难 但是我们愿意去解决 对 先听从内心的声音 叫喜欢不喜欢 再想办法 如果真的喜欢的时候 去克服那个所谓的不合适 需要双方复受努力 来 现在是十一盏灯 上去灭掉九盏灯的了 哇 有请十六号二十四号 请纵女生是哪一位看大饼 你看一下方厨帮的自推女生 山楂树下鲜果炸 多吃一点也不怕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请揭晓自推女生 方厨帮的自推女生是十号 陈嘉敏 本场女嘉宾都将获得 由恒顺集团提供的 百花精亮黄酒 为爱助力礼盒一份 欢聚时刻 共享百花 男生温柔谦逊 阳光有活力 事业心强 积极上进 喜欢有彼此陪伴 享受简单的小幸福 而女生漂亮优秀有品味 对待新鲜事物 有很强的探索欲和好奇心 男生欣赏女生 对事物充满好奇心 而女生喜欢男生的温柔体贴 以及身上的阳光活力感 看四个女生基本资料 胡馨月 一 爱情教主 二 拍照狂魔 三 运动达人 你选一个 运动达人 三 超爱户外运动 潜水冲浪滑雪 美人鱼自由浅 通通掌握 未来还想解锁更多技能 美人鱼是 穿着一个鱼尾巴的裙子 然后腿不能分开 就是她穿着裙子摆动 然后手是可移动的 核心力量很强 非常漂亮 赵瑞欣一 兴趣广泛 二 三不接受 三 我的小快乐 三 老片 哈喽 大家好 我叫赵瑞欣 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兴趣爱好 我超级喜欢玩剧本沙 平时工作不忙 总会来读一顿故事 感受不一样的人生 没错 我是一个很感性的女孩子 我认为生活不应该 只有一种方式 电视剧里都有讲过 做人嘛 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喽 我希望另一半 也可以是一个温暖的人 我们可以一起开开心心地 度过每一个平凡 而又不平淡的一天 陈嘉敏 希望你工作时的我 近期外卖订单 外卖订单 看起来口味蛮重的 对 我比较喜欢吃辣的 对 就是无辣不还 下一个 杨淑涵 理想的另一半 爱情保鲜剂 我的爱好 爱好 三 我是家娃娃的重度爱好者 会去研究抓取的技巧 很喜欢抓娃娃掉落的感觉 也享受抓的过程 最后一个问题 问四个女生 如果以后我想出国深造 那在我们感性很稳定的 这个基础下 你们会怎么办 好 找出国几年 出国两年 来 24号 那你介意异地烈吗 我不介意 好的 说实话 其实我没有考虑那么多 就是 如果是我们两个前手的话 我在沈阳 你在广东 然后跟在中国和国外 也没有什么区别 那还是有区别的 万一不在一个时区呢 那就有白天不懂夜的 黑的问题了 对呀 没有 我很喜欢熬夜的 好 来 我很想问一下就是 你如果在国外的话 那如果有时差问题 你会去调整这个时差去陪女朋友 还是女朋友调整时差来陪你 我会去调整 当然如果女生也愿意的话 那就更好了 如果你愿意调整时差的话 我觉得其实异地恋也没什么 就是也是一种甜蜜的思念 然后我觉得呢就是 我不介意就是对方去出国深造 如果说她对于自己的那个学历 有新的更高的追求的话 我是认可的 最后一点时间给24号 虽然你不介意异地恋 但我挺介意异地恋的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语言是 没有办法去表露 两个人的真实情感 真的是需要陪伴 还有面对面地去感受 所以我可能 对 好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 坚持选择中间两个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 你自己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 想清楚你的决定是 你的决定是 港容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提醒您马上回来 好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 坚持选择中间两个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 你自己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 想清楚你的决定是 想清楚你的决定是 你的决定是 想清楚你的决定是 你的决定是 我想坚持支腿女生 10号吗 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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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首先 从刚刚黄老师分析她的性格 然后后面所讲到的那些点 确实有让我找到就是 我那种理想女生的那种感觉 就有符合那种性格特征 她前面跟我聊天的时候 我所问的问题 我觉得确实也挺打动到 如果你愿意调整时差的话 我觉得其实异地恋也没什么 就是也是一种甜蜜的思念 那我就想坚持一下 男嘉宾 你好 就是从你刚刚出来 然后包括你的形象 然后以及你一直为环保 去做的事情 我非常感动 也很感谢你做出的这些贡献 但是 从前面一开始你在讲说教师的爱情 以及包括你刚刚去讲你要出国异地恋 其实这对于我来说是很沉重的 其实这对于我来说是很沉重的 因为我现在的工作其实是非常忙 我需要一个能够陪伴我 支持我的事业 然后懂我的男生 如果我的男朋友一直在国外 不能在我身边 我会觉得非常遗憾 很抱歉 谢谢你 谢谢 没遗憾 没遗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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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介意我特别能理解 两年时间 如果你有一些补充的 比如说我去两年 这两年当中呢 寒暑假还会回来 有时间我就会经常往国内 不定期地会回来 有这样的一些表述呢 又稍微好一点 我想问一下24号 如果不是因为最后这个问题呢 他如果愿意说 那我愿意就是每个月回来看你 或者是你过来看我 他也没有这么补充 是啊 他是一个想象了一个障碍放到那儿 结果吓退了很多人 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对吧